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已经到了6月快中了 夏季的时间花越来越少了 这一颗现在目前还在开着花 这应该是最后的食物懒的季节 看每一颗都长得不一样对不对 这一种现在所开的食物懒也是18磅的一种 或者是交配的个体 大部分我们称为夏季檀香 或者是要6月檀香 又有7月檀香之说 这种可以看它的眼喉非常明显 这大部分产地都是缅甸或者是越南的产地 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这眼喉非常的好看 这也是最后的春石湖的季节 你也可以说是春石湖 反正这一类型的就是产地不同的 帕里喜或者是产地不同的 18磅所交出来的个体 非常好看 你看那个眼喉都非常的深 这也是现在这个时候的特色之一 特别是缅甸跟越南的个体都有这种喉形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区 这个很有趣 这个很像是 这个是你可以看它花非常的艳丽 对不对 这个是原生种去交配的 像烟火去交的个体 烟火是一种白拉索品种之一 像这种叶子像棒状的都是白拉索的品种 那这个是交配型的个体 它会产生这种红唇的构造 每颗不太一样 有些特别的红 有些比较偏白一些些 那颜色不太一样 现在开始呢 就是有一些的白拉索的开花剂 所以你在最近可以看到蛮多的白拉索在开花的 那白拉索的特色是 它就是叶子是呈现那种 你可以看这边有写名字 那大部分都写的是一个署名 那白拉索叶子通常就是厚织状 然后有那种防水的构造 所以它比较耐干 比较耐干 然后这个像这个是烟火 烟火是一个很有名的原种 它开起来跟烟火一样很漂亮 这个去交的 所以它一花形就是成为那种长条状 这也是这种交配种的一种特色之一 好现在呢 这是树兰的品种之一 一种树兰 这个我就不知道名字了 那不过呢 有看到 然后就是觉得它的变化性还蛮大的 每一格的花形的变化性还蛮大的 那现在也是正式开花的季节 你可以看它的花形 每颗都不太一样 每颗都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这应该是交配型的个体 你看它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 连唇瓣都不一样 那这种树兰呢 下面是成为球莖状的 树兰也分成很多的品种 有些是下面是球莖 有些是直条形的不太一样 好那你看这边都是春食物了 这边算是这种 这个季节的食乎兰 你也不能说是春食物 因为已经进入到接近夏天的时候了 那现在呢 这些食乎兰目前正在开 这算是一个最后季节的一个 像这个就应该是18磅系列的 越南或缅甸产的个体 会有很深的眼猴 有一阵子还蛮流行的 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 还蛮流行的 而且非常的多 那这两年呢 比较没有那么热门 比较没有那么热门 像这个就比较像是交配的个体 好那随着每颗个体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卡托利亚 卡托利亚 F什么什么什么 那种原生种的品种 就是它有一个叫F A什么什么这个品种 那它的开花季也是现在 算是小型的原种的 加德利亚兰品种之一 大有些的 有些的花瓣非常的厚实 像这个的花瓣算是比较薄型的 那有些会偏到偏红色的颜色 大部分都是这个颜色 偏淡淡的棕色 那里面带有黄色的猴心 好我们来介绍这一个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烟火 烟火 那这一片烟火比较红色一些些 还蛮好看的 那烟火呢 是原生种的白拉索系列 你看看这颗红很多 你看看这颗红很多 那烟火的花型就这样 垂下来的状态 所以就是它的花就像烟火一样 很像炸开的烟火一样 出现那个线条的状况 非常的好看 那这一批呢 比较偏红色系列 我搬了一两颗回家去种 那我回去种看 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也有烟火 但是没有还没有开 还没有开 那这个现在目前这边已经开了 之前买的是小苗 有一阵子烟火还不常见 那前阵子的时候 大概在一年前两年前的时候 有时候烟火你还要看还看不到 那最近又开始出现了 你会发现这个 兰花系列就是这样子 一阵一阵 所以如果你想要什么品种的话 可以看到的时候 可以收回来玩一玩 像我现在是收回来 对不对 那虽然我手上已经有了 但是看到不同个体 像我选的这颗红 比较红的花型比较漂亮的 就是它的花是比较红的 然后它的那个花瓣是比较长的 这种个体是还蛮好看的 好 那所以呢 现在是烟火的季节 也是白拉索的季节 那有些的白拉索系列最近都会开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蓝园晃晃 你会看到奇怪不同的品种 好 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千代吧 千代蓝 那什么是千代呢 原生种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百代 一种是万代 那这两个这种品种是两个互相交配的 万代去交百代 然后我们称为千代 这一类型的花呢 大部分拿来做剪花用 你常看到这种品种 或者是旁边这个黄色的品种 这两个品种 大部分他们会拿来做插花做使用 所以就基本上 它是剪它的花起来当插花用的 所以这一类型的是有人在大量种植 其实你看它的金是长得非常漂亮的对称 那到了夏天就是百代千代的季节 或者是万代的季节 所以有机会的话 他们喜欢热 原产地在东南亚的地方 所以它比较喜欢热的地方 有些可以甚至到接近赤道的地方 所以它是中年很热的温度 好 OK 这也是树兰 不过看起来应该是交配品种 说不定是去交加德利亚兰的品种 看不太是什么交什么 那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树兰的品种 肥肥短短的像加德利亚兰 也像树兰一样的植株 其实蛮可爱的 那里头种的是树皮 这个是树皮 那树皮其实就是要长椒水 这是它的重点 从两个叶子的中间抽出花去来 然后开出来这个花 偏粉红色的形式 所以每个交配客体的不同 你看它的花形其实有点差异性 像这个应该也是交配型 这两个应该都是交配型的个体之一 好 你看这个 这也是现在这个时间的食物兰 这现在食物兰很有特色 眼喉非常的深 两个眼睛非常的明显 也是现在这个食物兰的特色之一 那如果喜欢的不同个体 可以去原子晃晃找找 那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是缅甸或是那一类型的开的 就那个产地开的 或越南那个产地开的 那通常它唇瓣比较开 比较大 眼喉比较深 这是它的特色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种 不同颜色的交配个体出现 有些比较浅色系 然后有些比较红色系 看客人喜欢 像有白花红心的 你看这个白色的花 红色的心 那其实呢 它的两个眼喉也非常的大 那白花红心 它有另外一个品种叫雪中红 它是冬天开的 时间就差非常的远 你会发现两个时间是有差别性的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品种 好 这个品种呢 这个叫做 有人叫做中奎兰 或者叫做什么死丹粒什么什么蓝 那 它这个扇板的种法还蛮有趣的 那其实呢 这个开花比较特别 它开花不是从上面抽花梗上去 它从它的下沉抽花梗 所以有一个比较不文雅的名词 叫屁股蓝 因为它是从下面的地方开出来的花 那其实有人就叫中奎兰 其实叫做什么死丹粒什么什么蓝也可以 叫中奎兰也可以 叫屁股蓝也可以 只要能通就可以了 那我拿了一板回去种 那试试看到时候会不会开花 好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